什么是新加坡住院医疗险? 住院医疗险是一种消费型的健康保险 当你因为生病或者意外需要住院时 保险公司它会根据你的保险合同 报销部分或者全部的医疗费用 这种保险的目的是减轻您和家人的经济压力 确保您能得到必要的且优质的医疗服务 不会因为费用问题而耽误治疗 或者降低你的舒适度 为什么需要住院医疗险? 新加坡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 即使是一次短期的住院也可能会花不少钱 就比如我最近做的一次理赔 一位客户因为肺炎住院三天 医疗费用竟然达到了15000块 而且这三天也没有任何的手术治疗 也什么没有ICU的费用 仅仅是住院和一些药物的费用 而且未来新加坡的医疗费用 只能是朝一个方向走会越来越贵 那么住院医疗保险会减轻经济压力 帮你覆盖住院期间的主要的医疗费用 并且还提供安全保障 无论是意外受伤还是生病住院 都能得到及时治疗 再有它也可以提供更好的医疗选择 让你有机会选择优质的医疗服务 新加坡的住院医疗险覆盖哪些费用? 新加坡的住院医疗险通常包括以下费用 住院费 包括床位费 护理费等等 手术费 手术过程中的各种费用 药品费 住院期间使用药品费用 当然如果癌症治疗要根据清单内的报销程度 不在癌症清单内的药物会有些限制 还有检查费用 住院期间的各种检查 如血液检查 X光 CT扫描等等 这些费用都可以报销 再有就是ICU重症室的费用也是可以报销的 另外在新加坡的医院住院期间 你得点了餐 每天人给你送餐 这些餐饮的费用 住院医疗险也是可以报销的 购买新加坡住院医疗险需要注意什么? 购买新加坡住院医疗险需要注意的是 一个赔付比例的问题 因为保险公司会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费用 比如它可以报销90%或者95%的报销费用 那你需要支付剩余的费用 那么选择高赔付比例 可以尽量的减轻你的个人负担 还有有的公司还有免赔额度 有些保险公司报销 它需要一个免赔额度 多数的保险公司则没有 还有一点等待期也要注意 有些保险公司对于先天性疾病 它是有等待期的 那对于保障范围 你要详细了解保险合同中涵盖的医疗费用 和不包含的费用 确保你的需求都能够得到保障 有任何问题呢 大家可以咨询我 我是在新加坡比较有经验的理财顾问 再有呢 还要考虑保费的问题 那有的保险公司理赔之后 它的保险会涨价 有的保险公司则不会 如何选择合适的住院医疗险 第一呢 要评估您的个人需求 考虑您自己的健康状况 家庭病史 生活方式等等 选择适合的保险 第二点就是你一定要比较不同的保险产品 不同的保险公司产品 在保费保障额度等方面有所不同 综合比较后 选择最适合您的 在新加坡 可以找专业的理财顾问帮你做比较 筛选出最适合您的住院医疗险 住院医疗险是保护自己和家人健康的重要工具 通过选择合适的住院医疗险 您可以减轻医疗费用带来的经济压力 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 确保在需要时得到及时的治疗 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 选择最适合的保费的配套 那么有任何关于新加坡住院医疗险 大家可以随时咨询我 我的微信 看影片谈心横杠2 WhatsApp96560014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